今日 中国商务部突然宣布 中国已就美国滥用出口限制措施 限制芯片等贸易产品在世贸组织提起诉讼 在此之前 美国发表了一系列限制面向中国的芯片出口的新规则和法案 这基本上规定了四方芯片联盟 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在华美国企业不得提供高端芯片 制造设备和先进半导体元件 并要求荷兰和日本禁止向中国出口机器产品 从而包围中国芯片产业链 美国认为 中国的芯片中国在世贸组织提起诉讼 是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不仅仅是起诉 值得注意的是 日前 中国商务部发布了中国起诉 美国钢履232关税措施世贸组织争端案 裁定美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在这场贸易诉讼中中国获胜的消息 这次如果不意外的话 我们也会赢 但是心理上也很清楚 在世贸组织提起诉讼 赢了也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 不会让美国重新做人 还是会继续破坏规则 既然知道这一点 为什么还要频繁起诉呢 一直以来 美西指责中国和俄罗斯 破坏国际秩序和规则 他们说的秩序和规则 其实是以他们为主导 满足他们利益的规则和秩序 当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时 也要求其他国家 在这个框架下行动 但一旦发现规则受到了束缚 他们会首先破坏该规则和秩序 在俄罗斯冲突中 美方对俄罗斯的歇斯底里制裁 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美国要拿出规则 我们只有把他们和规则拿出来 先把国际道义和舆论占领高地 才能大张旗鼓 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国 这将干扰正常的国际贸易 冲击世界半导体供应链 此外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深受截害 以前 美国公布的通胀削解法案 包括歧视性补贴政策 受到日韩 欧盟的强烈谴责 韩国向世卫组织表示将考虑起诉美国 但欧盟有可能放出狠话发动于美国的贸易战 但是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动静 正在打雷 但我认为中国这次会率先起诉 给他们带来一点潜力 中国呼吁 美国的安全条例不是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的避风港 各国应该站出来 不能任由美国的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摆布 美国的制裁 压迫和用不正当手段破坏别国正常贸易 许多国家怒不可遏 插不上手 中国带头抵制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 是非常好的示范效应 而且中国有先礼后兵的说法 这次起诉可能只是反击的开始 后面有一只大手 据路透社最新报道 中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向国产半导体提供1万亿元人民币的支持 购买国产半导体设备的企业可以享受政府补贴 这一招被称为用魔法打败魔法 通胀削解法案 芯片与科学法案 随着美国补贴法案接连上马 在欧洲打拼的企业们更坐不住了 今日 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突然叫停2023年 在德国马格德堡建设两个半导体工厂的计划 英特尔宣称 工厂建设未来的进展也不确定 这基本上是宣称无限期暂停该项目 根据此前报道 去年11月 英特尔已超过1亿欧元的价格 拿下了马格德堡占地430公顷的厂区 今年3月 英特尔宣布将耗资170亿欧元 在德国建设大型芯片工厂 此前受新冠疫情影响 欧美纷纷推出计划 吸引芯片企业赴本地建厂 英特尔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宣布到德国建厂的 但显然英特尔现在后悔了 主要问题在两个方面 零半导体行业也非常耗费能源 但今年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价格高涨 和其他行业一样 数倍于美国的能源价格 降低了欧洲产品的竞争力 欧盟与俄罗斯闹翻 欧洲能源价格高于亚太 以及美国将是长期趋势 英特尔需要就此权衡利弊 但拜登的补贴法案一出 德国之前的承诺就不香了 尤其是马克龙此前已经数次表示要以同等补贴 抵消美国补贴对欧洲的影响 这个时候正是英特尔坐地起价的时候 英特尔官方一边声称 他们无法给出确切的开工日期 一边又在解释项目暂停的时候 明确提出 虽然德国联邦政府正在以可观的行政资源支持他们的项目 但是鉴于飞速飙升的建设和能源价格 他们的融资出现缺口 早期制定的170亿欧元的成本 已经膨胀到超过200亿欧元 这百明了是向德国政府伸手要钱 英特尔还好一点 加大业大等的起 1亿欧元买地不能打水漂 要和德国政府博弈 但不少欧洲企业 已经在美国的补贴诱惑下 前往美国建厂了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有欧洲企业到美国建半导体工厂的报道 欧洲企业投奔美国怀抱 能源问题固然占到一部分 但欧盟太抠索也是重要原因 欧盟无论是在补贴额度 还是执行力上 都无法和拜登的补贴相比 欧盟早在今年2月份就提出了 旨在加强欧盟半导体生态系统的欧盟芯片法案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话 当时倒是说得挺漂亮 他声称欧盟的目标是共同创建一个最先进的欧洲芯片生态系统 结果呢 2月份的法案 直到11月下旬才通过 且至今仍未正式批准生效 奥地利技术集团ATS负责人格斯藤麦就公开吐槽说 欧盟向来都是宣布计划方面的世界冠军 但却是实施计划方面的侏儒 欧洲政客道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 但欧盟27国一个锅里吃饭 注定其执行力将受到严重影响 美国先了欧盟一步 拜登在8月份就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 近期台积电作为世界最大半导体巨头 已经在美国威逼利诱下 忙着往美国搬设备 转移人才 明年就要正式投产了 再来看两个芯片法案的额度 欧盟版总额不过450亿欧元约478亿美元 美国的法案总额高达2800亿美元 欧盟的补贴连美国一个零头都比不上 如果再算上通胀削解法案3700亿美元 带来的规模效应 欧盟根本没法和美国竞争 从供护俄乌冲突到引导欧洲与俄罗斯切割 再到向欧盟提供高价LNG 再到通过补贴法案掏空欧洲产业 拜登政府的这套组合权已经到了收尾期 讽刺的是 面临美国的收割镰刀 美国仍炒作一团 如何应对美国补贴 甚至还未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反倒是制裁俄罗斯的法案 一轮又一轮 如果欧盟未来仍然不能解决能源问题 且不能提出有效的方案对冲美国补贴影响 企业大规模逃离恐将是迟早的事 相信关注新闻的朋友都知道芯片四方联盟 老美利用自己在高科技领域及全球的老大哥地位 对我国高端芯片进行卡脖子 威逼利诱台机电选择美战队 赴美投资建厂 还游说日本及韩国一起限制对华高端芯片出口 以实现阻碍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速度 老美针对我国芯片的围堵已有很长时间 效果怎么样 确实对我国部分行业影响比较大 相关行业公司已寻求机会谋生机 据外媒表示 韩国12月1日至20日芯片出口同比下降24.3% 产品价值165万亿韩元已滞销 更有外媒表示 在芯片领域中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极快的 老美对中国的长臂管辖恐失效 时间是最好的实践证明 今日的中国早已与晚清时期说再见 不再会任人欺负 东方熊师已开始觉醒 针对老美芯片的围堵 我国已进行还击 重要后手还在后面 对于全球而言 中国市场将会为未来的庞大利润市场 有着商品进口量的需求是很大的 而芯片行业更是早早被日韩盯上了 随着老美再次制定芯片行业的游戏规则 成立四方联盟 日韩对老美更是追随者 据韩新闻表示 韩高官李昌阳表示 韩国不排斥被老美划入四方联盟 再次证明 韩国想要继续跟随老美 再次在芯片上制约我国的发展速度 美国2022年8月拜登签署了芯片法案 由外媒表示中国对芯片的研发速度过快 担忧老美的芯片制约对中国无法起到作用 而韩国的加入四方联盟 算是给予了老美一颗定芯碗 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全球经济已进入倒退时间表 现在加上俄乌冲突 全球商品价格暴涨 随之而来的更是高通胀率 而韩国加入老美的四方联盟 在高端芯片领域限制对华出口 让本就受伤了韩企 雪上加伤 据最新报告表示 12月份韩国出口率降低24.3% 更严重的是出口额每个月出现负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没有出口就会出现库存积压的情况 出口率大幅下降的韩国怎么会跑得了 有相关数据表示 韩半导体公司正在面临严重的产品滞销问题 超190家大公司的库存产品价值已有165万亿韩元 其中三星公司最严重 滞销库存价值高达36万亿韩元 在全球半导体领域 韩国拥有一席之地 有先进的核心技术 国际市场堆其有很大的需求 中国则是庞大的半导体进口国 随着韩国一旦加入老美的四方联盟 供需求关系就会出现失衡 美国8月份的芯片法案 加大了对中国的制裁力度 而根据韩国首尔经济数据消息表示 SK海力是以考虑出售非必需品的设备 资金用以缓解当下困局 眼下受到困局的不仅仅是韩企 还有日企通过老美的出口管制清单 发现又多了35家中企 这一点再次说明 我国的高速发展已经触及老美的核心利益 而老美想要继续在芯片领域躺赢 就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 而老美想继续躺赢的想法恐将无法持久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不管老美如何在高科技领域围堵我们 双标企业随着我国的高速发展 相信只要走上自主研发道路 实现国产代替 外人想要遏制我们的发展 就很难实现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点点关注 想了解更多详情资讯 请关注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了